在看完了生死短语之后 咱们来看一看16课的课文 看课文之前先了解一下本文的作者 这位作者有一些来头 本文作者是Alexis Carroll 这人是谁呢 他是一个French Surgeon and Nobel Laureate 是一个法国的外科医生 同时还是个诺贝尔奖得主 这个Laurite对这个词大家应该比较熟悉 11课见过 表示重大奖项的获得者 当时我们见过罗素就是Nobel Laureate 看到另外一个又是一个大师 那么这篇文章看看大概背景 The text is an excerpt from Man the Unknown 本文作者是来自Man the Unknown这篇文章的一个节选 Exer表示文章的一个部分一个节选 那么Alexis wroteMan the Unknown in 1935 expanding his elitist philosophy Alice Carroll这个人呢 在1935年写下了Man the Unknown这篇文章 阐述了他精英主义的哲学 这个expand E-X-P-O-U-N-D 做动词的是阐述详细展开解释 好 这是本文大致的背景 咱们先看本文中第一句话 这句话说 In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life The influence of the factory up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mental state of the workers has been completely neglected 首先这个第一行黄颜色的这个介词短语 这明显是做时间状语 大家注意这个这次in在这不是在什么什么东西里边 不是表示位置 它表示时间 表示在什么什么的过程中 在组织工业生活的过程之中 怎么样呢 这个句子主观结构其实就是白颜色的 就是the influence has been completely neglected 这个影响完全被忽略了 什么影响呢 后面这个邪体自off开始到workers结束 整个的后置女来修饰前面的influence 那么是工厂对于工人生理和心理健康状态方面 这个影响完全被忽略了 这是固定搭配 咱们一会儿会讲 The influence of A on或者upon B 表示前者对于后置的影响 咱们一会儿会详细展开 这是大致的本文中的主要结构 这句子比较长 但是却是一个简单句 因为它没有从句 就是个简单句 第一个重点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借词in 这个借词in表示在什么什么的过程之中 这是三册的老知识的 用借词in后面加名词 或者加一个动名词 都会表示在什么什么期间 在什么什么的过程中 它类似于in the process of doing something 或in the process of something 这个在什么什么的期间 看一些例子 这是三册的第27课里面出现这么一个搭配 叫in seeking independence they do not sacrifice their human dignity 在追求独立的过程中 他们并没有牺牲他们作为人的尊严 这是在第三册的27课 不买也不卖 讲流浪汉的那棵树 这个借词in在这里表示时间 那么in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借词 它的意思非常之多 除了表示时间在什么过程中之外 还有其他重要的意思 比如说表示行为的目的 这是在新概念三四册里面 一个重要的知识 那么表示这个含义搭配特别多 比如说in return for 还有in reward for 表示以报答 以答谢 以感谢 什么什么 或者可以用成换成in appreciation of 也是表示为了感激 为了报答 这几个搭配可以记住 你看这个借词in呢 它表示以 或者为了什么什么 表示目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in return for in reward for 注意连读 in appreciation of in appreciation of 为了报答 为了感谢 咱们看一下例子 I send him a present in return for or in reward for or in appreciation of his help 我为了这个报答他的帮助 感谢他的帮助 给他寄了一个礼物 在这儿是以报答 以感谢 表示动作行为的目的 对不对 可以用 还有呢 我们再多看几个相关的重要搭配 in recognition of 这个一般翻译成以表彰 这个recognition可以表示对某人功劳的成就的认可 翻译成以表彰 还是目的吧 注意后面 这次加off 这个搭配啊 没办法 大声读物便直接背下来就好了 比如说 he was awarded one of the ten outstanding young persons in recognition of his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他被授予了 这个award表示授予某人某个奖项 这个意思 他被授予了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以表彰他重大的贡献 这个persons 用他表示付述不太常见 我们这person付述一般用people 但persons 直接后面加s 这一般用在庄严的庄重的场合 这个头衔用persons 这个比较正式词是合适的 这表示以表彰什么 这个搭配顺便记住 表示目的的搭配非常多 还有一个叫in honor 表示为了向某人表示敬意 或者为了纪念某人 为了向他表示敬意 因为这个honor可以为尊敬的意思吗 或者以纪念 但是后面的人未必是死鬼 他可能还活着呢 他未必死掉 就是表示 为他表示 这个为了对他表示敬意 我们看下例子 The college was named in honor of George Washington 这部大学是为了纪念 乔治黄盛顿 而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这个搭配应该记得 be named in honor of somebody 表示为了纪念某人 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也就相当于另一个搭配 叫be named after 可以把这in honor of an after 也是表示以某人的名字来命名 为了纪念他 好 这个honor用的是美式品写 应是还是把or混成our就好了 还有一个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上面这个例子里面 George Washington这个人已经去世了 已经死了 但你看下面这个 a banquet in honor of the president 为了向总统表示敬意 而举行一次盛宴 这个banquet一般叫盛大的宴席 这是为了向总统表示敬意 这总统还没死呢 他到中国来访问死的中国 那麻烦了就对不对 不能让他死 你看这后面死没死都行 但是我们三册讲过另外一个三册十字刻 in memory of 这个搭配里面翻译成以追思 以追思某位故去的仙人 当然不是神仙那个仙了 已经坐骨的人 已经去世的人 这后面一定跟一个死人了 以表示对他的哀思 以哀悼 以追思某人 比如说 he wrote a long poem in memory of his late wife 他写了首长诗以追思他故去的妻子 这个late wife不能翻译成他迟到的妻子 迟到也不至死 late放在签署名字前 往往是个委婉的表达 叫已经坐骨的 已经去世了 你看这是in做借词跟名词 再加其他借词构成的表示目的的 这个搭配顺便可以把它记住 好 我们再回到剧中 他说 in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life 在组织工业生活的过程中 这个organization是名词 咱们翻译成中文 可以把词性调整 中国人们是形容一个动词吗 我们不是不翻译成 在工业生活的组织的过程中 这个太别扭了 在组织工业生活的过程中 对吧 工业的这个形容词叫industrial 它跟另外一个形容词做个变析 就是勤奋的industrious 它这两个词推显类似 但意思完全不同 先读第一个 工业的或者产业的 我们打上来边 industrial 工业的或者是产业的 你看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industrial workers 产业工人都可以用它 但是下面这个词叫勤奋的勤劳的 大声在那边 industrious industrious 它相当于diligence it's another way to say diligent 表示勤劳的勤勉的 这个作词变析 好 这句话关键在主观里面 工厂对于工人身心健康的 就是生理方面的 和心智方面的状态的影响被忽略了 我们刚才说了 这句话主观结构是影响被忽略了 the influence has been neglected 那什么影响被忽略了呢 关键是后面这个搭配 a对于b的影响 咱们刚才在讲句式中说过了 必须得背起来 the influence of a on或者upon b 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 这个搭配特别重要 咱们看几个例子把它用一用 比如父母亲对子女的影响 把父母亲放到后面 把父母亲放在off后面 这个子女的放在on或者upon后面 两个戒字都行 用upon比较正式一些 那比如说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on or upon their children 这个父母亲对他们子女的影响 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 可以用它搭配背下来 那同时说呢 我们如果要是这个 在写作中替换怎么办呢 那换词呗 你会发现这个戒词有规律 为什么呢 词可以变 但后面戒词搭配不远 名词可以变化 比如说换张 effect the effect of something on or upon something 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 这个也行 比如看例子 the effect of fertilizers on or upon crops the crops fertilizer可以变化肥料 肥料对于庄家农作物的影响 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 对吧 还有一个常见的 咱们三次也说过 叫the impact 这方法表示重大的影响 比较深远的影响 大的影响 叫grade effect 我们读一下这中心词 impact 注意正音 在第一个音节在那边 impact 我们写作中可以用 the impact of A on or upon B 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同样的 我们可以说 the impact of the OU spill on or upon marine life 这个石油泄漏 对于海洋生物的这个影响 这个OU spill 叫石油原油泄漏 这个spill表示 颇见洒 动词名词都行 在这是名词了 marine 咱们18颗就会碰到 叫海洋的大海的 这个live不是一生 而是表示生物 一个泛指的不可数名词 海洋生物叫marine live 就好了 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 咱们看到这个影响 这些词有规律吧 前面of和我们叫on 是有规律的 我们看看几个有规律的 借词 英语借词最灵活了 表示对某人某物的忠诚 或者奉献 咱们一般多读 多加借词to 就是忠诚奉献这样的含义 多加to 你比如说奉献 我们可以用devotion or dedication 对什么什么的奉献 就把时间精力都献给他了 对吧 有献身精神 我们再读一下 devotion dedication 对于什么是奉献 你可注意后面借词叫to 有好多统计一说 什么什么都用off 这搞不好就错了 对吧 这个规律就好记了 a teacher's devotion or dedication to his work 一个老师对于工作的奉献 的献身 可以什么说 当然并不是死了 就是把时间精力献给他了 后面借词 忠诚也一样 忠诚我们用loyalty 或者更重视的词 alligence 我们一能加戒词to 跟老师大声读起来 loyalty alligence 我们加戒词to 对什么什么的中长 看例子呗 swear an oath of loyalty or allegiance to the queen swear是动词发誓 oath是名词誓言 发下了这么一个誓言 还是放在一块 还是发誓的意思 发誓什么呢 对于女王忠诚的这个誓言 就是发誓效忠女王 就好了 注意忠诚 loyalty和alligence 后面加to 下一个五笨同学吧 咱们三次就多次强调过 强调过 这个表示感情的词 后面加什么借词来的 我对你的爱怎么说 my love for you 不能说to you了 加借词for 你看love和affection 后面加借词for affection 一般就慈爱 或者柔情 gentle love 对吧 后面加借词for my love for you her affection for the boy 对 是这么来说 跟他类似的 还有激情 像zest passion empathiasm 后面加for 他这个对着女孩子的热情 he's enthusiasm for the girl 可以这么说 还有呢 我们看这个同情 pity compassion sympathy 后面也是加for 我对这个乞丐的同情 my sympathy for the beggar 就好了 这是表示感情的词 后面都加for 有规律 强烈的规律性 几组重要借词 牢牢记在心里面 好 后面说了 就是这个 对于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工厂啊 对于工人的 physiological 咱们生死中讲过了 就是生理方面的 它来自生理学physiology 然后mental呢 就是脑力方面 大脑的 或者心理的都行了 就是对于工人的 生理的 和这个心理方面状态的 这个影响啊 已经完全被忽略了 这是整个 这个大段的一个topic sentence 就整个的一个主题句 或者把它看作是断手句 那么下面势必 会有一大堆的 supporting sentences 来支撑它 就是把断手句 要进一步展开 那么进一步给出原因呢 举例子 来支撑它 下面我们就一一来看 下面这些展开句 好 我们看第二句话 它进一步解释 为什么 完全被忽略了 什么一个忽略法 进一步步的详细展开 来阐述 看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说 Modern industry is based on the conception of the maximum production at lowest cost in order that an individual or a group of individuals may earn as much money as possible 这个句子是个复合句了 前面那个逗号之前的呢 是句子的主句 主句后面呢 是当代工业是基于这么一个理念 这么一个构想 conception 理念构想 或者表示女孩子怀孕也行 什么理念呢 我们用off借词 经常可以引出同位语来 那后面引出的就是做前面concept的同位语了 这理念就是 那么要以最低的开销 最小的开销 或者最大的这个产量 就是利润要最大化 花最少的钱生产出更多的东西 这样一个理念 基于这么一个理念基础上 那么后面 in order that 一直到句末 这明显是一个目的壮益从续 说为什么呢 目的是什么呢 in order that 目的是让一个人或者一群人 一个人就是老板 一群人就是董事会的 能够赚越多的钱越好 黄颜色的目的壮益从续 这是大致的语法的分析 这里面一些小细节 你像刚才那个conception 咱们得再看一看 conception它表示理念构想 或者表示女孩子怀孕这个状态都行 我们再读一下 conception conception 它的动词也很常见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see you when 我们轻读是发成con 不要都con ei发长音 e这个声音 大声音 conceive conceive 它就可以表示构思构想 conceive an idea 构思一个想法 你可以说conceive a baby 就怀孕了 the girl is conceiving 这个女孩子现在怀孕了也行 怀孕怀胎 构想 类似吗 构想是脑子里酝酿 怀孕在肚子里酝酿 都是让她慢慢成熟长大 还有名词concept 这个一般翻译成某个事情的概念 某个东西的概念 跟这个理念具体构想还是不一样的 把她取分看就好了 好 我们再看后面 什么是什么理念呢 就是off 我们引出同意了 the maximum maximum 最大量的声词中讲过了 production在这翻译成产量 以最小的这个代价 换取最高的产量 这个production注意是多意思 既可以表示生产 也可以表示产量 在本文中只是产量 因为你要不知道这个意思 搞不好 同学就写出坠词了 你看本文中 increase production是正确的 但如果写成 increase the amount of production 那么提高生产的量 这是坠词了 因为production本身 就可以表示产量这个含义 这是在英语中 中国人常犯的一个毛命 就是常犯创顺词 就是那个多余累赘的那个坠 就是没必要加这个词是废话了 英语写作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咱们多次讲过 就是brevity 简介 没有一个字的废话 咱们看这些常见的坠词 在第七课说过 这是复习了 promote the cause of peaceful reunification 就是促进和平统一大业 这个里面 the cause of 可以看作是坠词了 没有必要这么说 为什么呢 可以去掉 因为和平统一 peaceful reunification 本身就是个事业 我们可以说 正义事业 the cause of justice 可以加的cause of 因为justice 正义本身并不是一个事业 但和平统一本身 它就是个事业 所以和平统一 后面再加的事业 这就是吹词了 中文中是可以的 麻麻糊糊 英语中 这就不好了 再比如说 accelerate the speed of economic reform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速度 中文中可以说 加快了什么什么速度 但accelerate这个动词本身的含义 就是加速的意思 它已经有加快速度的意思了 再加什么什么的速度 这就是废话了 再比如说 elevate the living standards for the people 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这个生活水平一定是人的了 你再说for the people就废话 不可能是狗的生活水平 for the people就可以把它去掉了 这是经常出现的累赘的词 咱们在复习下第七课讲过的 41页的第十行 41页第十行 我们曾经见过这么一个片段 with experience and with improved apparatus it is now possible not only to 再写下去 再这么说 随着经验的积累 并且使用着改良后的设备 这个两个with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没有并在一块 第一个反映是随着经验的积累 with experience 这个不能反映是随着经验 这个固定搭配里面 已经含有的积累这个含义了 所以把with experience把它改成 with accumulating experience 就是坠死了 就废话了 因为这个accumulating是多余的词 它本身有这个含义了 再比如说 with time 叫随着时间的流逝 你就不能写着with passing time 这passing就是废话了 再比如说 with seasons 叫做随着季节的更替 the bird migrates with seasons 这种鸟随着季节更替会迁徙 就不用写成with changing seasons 这个changing在这又是坠死了 没有必要多词一句 好 再回到剧中 它说以最低的价格 这个开销 要获得最大量的收入 目的是什么呢 in order that 目的状欲从举 以便于 以便于an individual 这样一个人 这个人不需要赚钱 肯定他是the boss 老板 or a group of individuals 或者一群人 一群人就是那些董事会 叫board of directors 这个board本身就表示某个局 这董事局 director不见得是导演 再只是董事 并不是小孩真懂事 就是那个董事会里面的董事 这么一个 好 那么以便于一个人和一群人 能够赚得钱越多越好 in order that 后面跟一个目的状欲从举 表示目的 没有任何问题 但为了让某人能够去做模式 我们经常有一个固定搭配 就是for somebody to do 这个to do是动词不定词 那for后面加的人 往往用这次for 引出动词不定词的逻辑主义 也为了让他来做模式 对吧 我们经常用这个固定搭配 你一个本文中带进去 for an individual to earn as much money as possible for somebody to do 表达类似的含义 就是为了让某人能够如何如何 这个搭配顺别可以记住 本文中就说 以便于使某个人或某一群人 尽可能的多赚钱 这是为什么 这个影响被忽略了 给原因了吗 为什么呢 他们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想的都是如何压缩成本 那么工人 他的这个条件要变好的话 那我赚的钱就少了 这等于对第一个断车去做的一个支撑 解释 为什么呢 给了一个理由 好 这句话咱们先看到这儿 就稍微来我们力量 给了一个支撑 解释 码 崩 招待 為什么